說完這件事之後 就看回資金避難鎖 歐元起碼等到1.4以下 其實沒有什麼推介 好像瑞朗那樣 因為瑞士的債務問題沒有什麼問題 中立國 有沒有經濟問題存在 其實都看好它 其實年初瑞朗對美元和歐元 都升了5%至6% 近日雖然稍微回落 瑞朗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資金避難鎖 我想你見過兩三個星期 市場氣氛都一般 尤其是港股似乎每天都下跌 資金避難鎖傳統來說 都是低息貨幣 而近這五年低息貨幣 是日元 也有美元和瑞朗 但是這三個國家 似乎問題都幾多 尤其是日本 本身你見到三月地震之後 如果要避險的話 給了你 你都未必會投資在日元上面 而剩下的兩個選擇 就是美元或是瑞朗 但是美國剛剛你剛才也說到 CDS或是負債問題 都幾嚴重的 近日經濟數據又一般 似乎資金也不選美元 唯一選擇就剩下瑞朗 所以你見到近日 如果要避險的話 資金似乎都湧進去 我相信這個勢頭 其實都未必會改變 所以說瑞朗應該繼續 會保持一個強勢 這個可能是第二季 一個唯一的亮點 就是說外幣之中 在走上落市之中 可能在瑞朗有一個單邊市出來 另一個就是新西蘭園 因為有消息就說 中途就會買入新西蘭園 用來做甚麼呢 投資國債 在這個羽業等等的資產 想看新西蘭 一度觸及0.8125 3年高位 其實這一個是否挺好的投資選擇 我自己就不太好 因為其實紐西蘭紙 我想之前是因為升得少 現在你說創了三年高位 但你不要忘記澳洲紙 那些其實是創了30年的高位 所以之前是 既然是升得那麼少的時候 現在才是回到海嘯之前的水平 金融海嘯的時候 澳元當時 最高位其實是0.950 現在說的都已經是還有10%的增長 所以其實你看到 其實現在紐西蘭 經過之前的一個弱勢 現在才回到海嘯前的水平 也都未創了一個叫近排的新高 因為0.8 當時海嘯的高位其實是0.82水平 也都 紐西蘭央行其實都不是那麼歡迎 就是紐元那麼強 之前有出來說過 不歡迎 我們起碼有機會會干預 所以其實你看到 就說當這個紐西蘭再創新高的時候 其實未必有那麼多跟進的買盤會進去 我自己就說如果要選擇的話 我仍然是看好另外兩隻商品貨幣 即是澳洲紙 以及是家園 黃金也是一個挺好的資金避難所 近來金銅銀都升了很多 特別是金價 都站穩在1,500美元 1盎司的水平 這個情況會持續嗎 金價由之前一個急跌下去之後 現在又上回來了 某程度上是代表了 剛才你說的資金避難所 即貨幣之中就選稅 其他的避險的工具來講 可能就是黃金為主 但是暫時看 我覺得金價似乎在1,500美元 尷尬的位置上 其實就未必有在一個很大的 大升的動力 尤其你想想其實金價是由1,200美元 1,200美元 不斷上來之後 其實是沒有大調整過 除了剛剛上兩個星期的調整 似乎你說再升的動力 有甚麼因素呢 如果你說環球要重新炒通脹 才有機會被抗通脹 到時才會金價再上升 暫時我覺得這些位置 高追風險力相當高 我就不太建議了 銀呢?銀會不會高追呢? 其實都算高追 之前你跌了三十多元的時候 其實看你當時夠不夠膽 是否一個長線持有 長線持有我覺得風險不算太大 但現階段去看似乎是挺貴的 好 麻煩你Iron這麼詳細分析 大家想重溫今集的節目內容 可以上以下這個網址 想請教專家亦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今天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